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的4月25号 是意大利凡法西斯胜利解放的75周年 封城在家的意大利民众 在各自的阳台还有窗口 大声合唱了意大利人 人人耳熟能详的歌曲 Bella Ciao 美丽的人再见 比利时是这一次 心弯肺炎疫情死亡率最高的国家 平均一万人就有六个人死亡 病故的也大多是养老院的老人 情况是十分严重的 比利时工人党为了要鼓舞士气 团结抗议 无独有偶的 在今年的五一劳动节的前夕 他也发动了网络的合唱 Bella Ciao的活动 比利时工人热情的现身参与 这首歌在欧洲防疫期间 是被拿来传唱 一般人联想到的可能是2017年到18年间 在世界走红的西班牙电视影集《纸房子》 在这部影集里面 Bella Ciao就被多次的演唱 其实这首歌曲比这个影集更具悠久的历史 它是二战期间 意大利游击队抵抗法西斯侵略的运动歌谣 1943年的夏天 联军登陆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德国出兵占领意大利 为了要反抗纳粹德国的占领 意大利的左翼政党联合组成了民主解放委员会 开始发动抵抗纳粹的游击武装抗争 一年内这个游击队就有8万2千人参加 根据纳粹德国最高指挥部的统计 光是1944年的6月到8月 意大利游击队的武装攻击 就造成了德军五千多人的死亡 与数千人的受伤 8月联军攻下了佛罗伦斯 进军亚平宁三区纳粹德军的戈德防线 在这条纳粹最后防线的后方 意大利游击队同步发动了攻击 这一年夏天游击队兵力已经达到了20万人 妇女参加战斗的人数是3万5千人 意大利北部解放在望 而以歧视仇恨侵略 还有毁灭其家的纳粹势力 对抵抗运动的镇压也变本加厉 接下来我想要和各位分享一个当时发生的故事 在1945年的3月12号的傍晚 意大利北部工业重镇都林郊区的一户人家 他们刚刚吃完晚饭 妈妈特瑞莎和小女儿布鲁娜在阳台晒衣服 六岁的小儿子安东尼正在睡觉 门外突然有三个人敲门 他们说是要和三区里面的游击队联系 特瑞莎妈妈为他们开了门 阿杜伊诺这一家这几年来 都是游击抵抗运动的联络站 家长加斯帕雷 她是菲亚特钢铁厂的工人 她因为她的社会主义思想 曾被逮捕过18次 特瑞莎妈妈她负责训练青年男女 和城市里面的游击队员联系 加斯帕雷和三个女孩待在厨房 大女儿维拉她在谈过工厂工作 她负责城里面和山区的联系工作 二女儿利贝拉 没上工的时候 她就负责协助照顾坐牢的游击队员的家庭 怀乐运的邻居罗莎 她是负责往山区里面运送武器的联络人 而当这个三个陌生人进了房子之后 他们亮出手枪 说他们是意大利纳粹的黑山队 他们要加斯帕雷和三个女孩跟他们走 加斯帕雷被押到纳粹总部 立即被枪决 维拉利贝拉还有罗莎 被押到了佩列尼那运河边 维拉和利贝拉被当场枪决 受伤了罗莎 跳进运河逃生 黑山队不断地向水面开枪 他们以为罗莎已死就离开了 然而重伤了罗莎 她并没有死 她爬出运河 到了岸边的房子里面 她用尽全身的力量 把孩子生家之后 死在孩子的身边 这个杀人的消息很快地传开了 没有人知道受害者的尸体到底在哪里 葬礼要在什么时候举行 后来一个在停尸间工作的人 传出了葬礼 要在三天后在中央墓园举行 这个消息很快地从房子到房子 从家庭到家庭 从女人到女人 在工人社区里面口耳相传 葬礼那天 在你的工厂发动办公 带着红色的东西 一个花圈 一条领巾或是一束康耐心 大家去中央墓园 三月十六号的星期六 早上八点半 两千多名的妇女 戴着血红的鲜花 还有领巾 三色国旗 以及抗议法西斯残暴的标语 在墓园的大门口集会 有人穿着红色的毛衣 有人围着红色的围巾 有劳有少 他们低声地哼唱着 像贝拉乔那样的抵抗的歌曲 这是都林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场妇女示威集会 所有的人满腔愤怒 过去十九个月以来 杀害的事件 已经发生过非常多次了 但这一次的冷血屠杀 深深地触动了都林所有的女人 九点十五分 一大队莫索里尼的爪牙 到达了现场 他们对空凝枪 妇女们四散躲避 法西斯部队逮捕了一群人 叫他们面对着墓园的围墙 抱头站立 一位母亲因为儿子被射杀 她不顾一切开始咒骂莫索里尼 法西斯部队正要逮捕 这个妈妈的时候 维拉还有利贝拉的灵车 来到了墓园的门口 有一位妇女向着群众大声地喊道 我们大家跪下 维拉和利贝拉的官母 树木地从跪下的妇女的身边 进了墓园 好几百名的妇女被包围和逮捕 他们被关进了阿提斯的 法西斯军营 这个星期六 全都林所有的工厂 发动了十五分钟的罢工来哀悼 市中心的电车全部停止行驶 一名妇女工人 她爬上了一家叫做 帕拉奇的地毯公司的屋顶 她挂上了红旗 傍晚 妇女们再次的来到墓园 把被法西斯部队踩碎的鲜花 撒在两个姐妹的心坟上 六个礼拜之后 都林被人民解放了 1943年纳粹德军占领意大利以来 米兰和热纳亚一样都发动过许东的罢工和示威的活动 但是从来没有像都林这一次为了女人 由勇敢无惧的女人去组织去行动 而负责这次行动的25岁共产党女孩 毕安卡瑟拉 她每天夜里面挨家挨户的联络妇女安排工作 但是她却没有办法参加葬礼 她的妹妹卡拉被法西斯部队逮捕囚禁了一夜 她和同牢房其他三十几名妇女 她们靠着整夜轮流的朗诵诗歌 将她们的恐惧赶到遥远的利古利亚海湾边 在莫索里尼独裁统治的二十年间 意大利整整一代的妇女 生活在没有权力 没有声音的阴影之下 她们怀着勇气 想象和无私去战斗 她们也经历了逮捕 行求 强暴 还有处决的痛苦 她们以为母折强的气概 要送给下一代儿女 一个解放和平等的祖国 但是从南方登陆的联军 对在北方孤军奋战的左翼游击部队 有着政治上的保留和敌意 她们的军队故意缓慢的推进 这给了莫索里尼这个腐败 残酷贪婪仇恨的法西斯政权 另外十八个月的时间 让她可以出手发动一场血淋淋的内战 而游击队男女在内战中勇敢的抵抗和牺牲 辉映出她们慷慨与温暖的品格 变成了动人的历史典范 今天是母亲节 每一个家庭里面的母亲 始终都是养育 呵护教育和保护家人的天使 你们满怀深情去争取和平 为的是要让家人安心的生活 还有成长 但是当法西斯的歧视 仇恨污蔑和谎言 借着优越和文明的借口 想要戒失还魂的时候 我坚信 你们也一定会像当年都灵的妈妈们一样 为母则强 勇敢而无私的抵抗 直到解放 吉瓦斯高金树梅在这里要祝福所有的妈妈 健康快乐 我相信在天上的我的母亲 看到吉瓦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她一定也会很开心的 最后我要和比利时的工人 兄弟姐妹们 为世间最美丽的人 也就是母亲 我们一起来献唱这首 Belaciao Una matinna Miso nasato O bela chiao Belaciao Bela chiao Ciao Una ma feita Miso nasato E hot or wat D oliva So O Patrick llamo Pot a miri O bela chiao O bela chiao O bela chiao Ciao Ciao O patijano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 着空리 河上陌 fence Clend冊 activate Clend冊 他甲上陌 ens 好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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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